天天三六五 三半六十五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在有关于登山宝训里面 讲到前半段一开始讲八福讲的是 天国子民的品格 别人在我身上应该看到 我像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温柔的人吗 我是一个连续别人的人吗 我是一个渴慕神的人吗 我是一个愿意为爱神而愿意付代价的人吗 我是一个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缺乏 有限我需要神的人吗 而接下来讲到说 天国子民的角色 我们是世上的炎 我们是世上的光 神将来要用这个角度来评判我的一生 因为他给我的剧本 要我演的是这个 角色 这个剧本里面 他要我演的是这个 他不太在乎别的部分 我到底有没有做得好 但是这是我的角色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角色 因为神说你们 他不是说特定的人 你彼得你是 保罗你是 在里面讲到的是 神的国度 他对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说 你们是世上的炎 你们是世上的光 我们可不可以让我周围的人 因为我归荣耀给神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的办公室的人会不会觉得 那个人是基督徒 信耶稣真的蛮好的 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社区里面 一起坐电梯的人 每天上上下下 会不会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基督徒 人家别的楼层的人说 你知道吗 三楼那边有一个基督徒 他们家真的蛮好的 他们是很特别的人 他们好像真的对人很好 很有爱心 你知道主在乎的是这个 我是不是光 有光黑暗会少一点 我是不是盐 有盐腐败会少一点 有盐争端会少一点 因为有盐会调和 有盐会防腐 求主帮助 主在乎的是这个 那么到底什么是 你们是世上 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我读给你听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了位 怎能叫他再闲呢 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这里有一个背景 当年在耶稣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所用的盐 常常不只是海盐 还有一种盐叫做盐盐 那个盐就是像一块石头一样 里面有很多的盐分 所以呢 煮汤的时候就把它放到汤里面去煮一煮 就有一些盐的味道融化出来了 然后汤里面就有咸味 那么什么叫盐若失了味呢 就是那一块盐盐放到汤里煮了很久 慢慢慢慢里面的盐分都已经被释放出来 都已经融化出来了 久而久之那石头看起来还是一样 但是已经没有盐的味道了 已经没有盐 再怎么煮盐的味道也没 因为已经盐的味道都已经释放出来了 所以盐若失了位 看起来还是那么快石头 没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却没有味道了 你知道汤里面放了盐 跟没有放盐就不一样 这叫做影响力 神不要我们是一个失了味的盐 什么叫失了味的盐 就是汤里面放了那个盐 跟没有放那个盐一样 这个办公室有这个基督徒 没有这个基督徒一样 这个家族里面 这个人信耶稣了 跟他以前没有信耶稣一样 他要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影响力 主向你要的是什么 主向我们要的是 对我们的周围有影响力 而且是一个像盐一样 有味道的影响力 主不要我们成为一个 有盐没有盐一样 祂不要我们是失了味的盐 没有影响力的盐 不会带来改变的盐 祂要我们有属灵的影响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制作者 李宗盛